阿波羅新聞網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震驚 美國愛國者飛彈竟出現在中國 普京訪中人馬暗示 西普會談很棘手 中俄發表聯合聲明後 白宮和盟友這樣回應 華為展示AI作圖代碼出包 被質疑調用本地圖片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5月17號 星期五 您的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會幫助我們成長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震驚 美國愛國者飛彈竟出現在中國 最近社交媒體上流傳的一張照片顯示 一輛貨車正在運送酷似美國愛國者防空飛彈系統的物品 而令人驚訝的是 地點竟在中國 臺灣中時綜合外電16日報導 隨著這張照片的出現 引發了一陣猜測 有人認為 俄羅斯已將在烏克蘭繳獲的愛國者飛彈系統轉交中國 然而 相關說法並未獲得中 俄或烏克蘭當局證實 值得注意的是 俄羅斯雖然曾經聲稱至少摧毀了兩套愛國者系統 但從未說過繳獲了它們 從照片中可以看出 這套愛國者看起來崭新 就像是剛造好的一樣 愛國者系統歷經實戰 驗證了效能 使它成為尋求加強防禦力國家的首選 而烏克蘭就是其中之一 它正尋求更多的愛國者 以對抗俄羅斯的空襲 而烏克蘭經由美國 德國及荷蘭捐贈 目前至少有三套愛國者系統 其中一套戰略性部署在首都基輔附近 儘管面臨部分故障等障礙 烏克蘭官員仍堅決要求更多愛國者系統 至於照片顯示 愛國者系統疑似出現在中國 專家經過深入分析後認為 這是解放軍使用的視覺修改訓練工具 英特爾分析師麥克貝斯指出 照片中的輪胎紋和尾燈和真正的美智愛國者系統不同 因而質疑照片的真實性 此外 美軍事專家上課也指出 來自發射器後端的氣帶電纜清楚地顯示 它要不是訓練發射器 就是誘餌 此外 它綠得很 而烏克蘭的愛國者和其他國家一樣 在硬路或泥路上操作 要不了多久就變髒了 普京訪中人馬暗示 西普會談很棘手 今天普京此次訪問不同以往 這次旅程涉及到俄羅斯未來的生存問題 德國之聲發表政治學者張俊華的評論文章說 習近平近期對歐洲的訪問 現在繼續兩頭吃 此外 中共還在貿易方面採取措施 如保持人民幣對美元的低匯率 以獲取更多的貿易利益 同時為迴避美國對中共金融業的制裁 中共可能暫時犧牲俄羅斯的利益 中共還在能源安全上不把所有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 拖延普京急於向中共運輸天然氣的項目 上述調整對俄羅斯不利 普京此次隨行人員包括新任俄羅斯防長 別洛‧索夫等 雙方將簽署11份政府間的文件 涵蓋商業 能源等領域 別洛‧索夫的新任命意味著俄羅斯將更緊密地融合工業 技術與軍事 並需要中共提供芯片和製造設備 中俄貿易與金融合作是此次會談的核心議題 中共為俄羅斯提供急需的資金和物資 兩國貿易額在過去五年翻了一番 去年達2278億美元 大部分結算以本國貨幣進行 美國總統拜登的行政命令 允許對俄羅斯有關的外國銀行實施二級制裁 幾家中共銀行已停止或放緩與俄羅斯客戶的交易 中共對俄羅斯的出口也有所下降 在金融方面 中俄已商定使用人民幣和盧布進行支付交易 以減少對美元的依賴 普京可能建議通過第三國建立轉賬機制 規避西方的制裁 如使用信箱公司或第三國的小型銀行系統 普京此次第二個棘手問題是西伯利亞力量2號管線的建設 現有的西伯利亞力量1號項目 每年只能向中共供應220億立方米的天然氣 而西伯利亞力量2號 計畫每年向中共輸送350億立方米的天然氣 普京希望通過新管線填補國庫 但中共的考量包括價格和能源多元化 普京這次與習近平的會談中 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 我們如何規避新制裁 美國和歐洲必須對這次普京訪問後的結果 做進一步最壞的打算 中俄之間為了貿軍民 兩用產品的貿易 新的軌跡將越來越多 中俄發表聯合聲明後 白宮和盟友這樣回應 普京和習近平在16日當天發表的萬字長篇中俄聯合聲明 承諾深化本以密切的戰略關係 並再次發表反西方言論 白宮新聞秘書卡林·珍·皮埃爾在週四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 拜登政府官員沒有看到中俄聯合聲明有任何新內容 中國公司幫助普京發動針對烏克蘭的戰爭是不可接受的 如果北京聲稱支持歐洲和平 他就不該繼續加劇對歐洲安全的最大威脅 北約 歐盟和七國集團也有同樣的看法 中共和俄國還在開發黑瞎子島上 達成了統一意向 但對俄羅斯來說 最關心的是說服中共 支持長期提議的西伯利亞力量2號管道 該項目將把俄羅斯的天然氣輸送到中國 俄羅斯希望該項目能彌補對歐洲天然氣出口的經濟損失 但該計劃的談判已被推遲 普京的密友 國家天然氣出口壟斷企業 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負責人 阿列克謝米勒沒有隨團訪問 這表明 期待已久的西伯利亞力量2號管道進展甚微 華為展示AI作圖代碼出包 被質疑調用本地圖片 近日 華為再報醜聞 繼旗下電動車追尾至3人死亡事件後 網傳華為在一場發布會上 展示大模型文生圖能力時 疑似造假 據南方都市報和新浪科技報導 華為在發布會上 展示大模型文生圖能力時 演示過程中出現TimeSleep6代碼 網友認為 這個代碼意味著人為控制 從輸入到輸出的過程為6秒鐘 懷疑其圖文結果並非大模型生成 而是人為操控 該事件在知乎上引起熱議 有觀點指責華為利用TimeSleep6來模擬AI計算過程 實際上展示的是預先準備好的結果 面對爭議 華為官方並未直接回應TimeSleep6的具體用途 而升騰社區回應稱 現場圖片為實時生成 並非調取預置圖片 升騰是華為旗下的人工智能計算芯片 升騰社區官網介紹 升騰計算產業是基於升騰系列處理器和基礎軟體 構建的全站AI計算基礎設施 網頁應用及服務 一直以來 華為獲得了中共當局的高調宣傳和扶持 近年 華為等中國科技公司遭到美國制裁 被列入美方黑名單 感謝會員朋友們的無私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您的每一份鼓勵 我們都銘記在心 感謝各位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也歡迎您在干净世界平臺關注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